各位一翻开圣经 马上看到上帝怎么创造世界 神说有光就有光 神并不是造一个很大的灯泡 造成了对不对 神是用祂的言语说了 奇妙的 是就这样成了 然后整个万有都出来了 各位奇妙不奇妙 神口中的言语 没有一句是突然返回的 伊萨牙55对不对 所以各位 上帝用祂的言语造万有 然后上帝按着祂的形象 造人 造男 造女 然后怎样 神是人的其中一个最大的权柄 就是什么 言语的权柄 言语的能力来 所以人被造的时候 上帝把它放在伊甸园 伊甸园里面 神造的人 怎么管理治理万有 用祂的话 治理 然后给牲畜全部起名 各位有没有发现 牲畜起名之后 然后用口中的言语 然后上帝把女人带来的时候 各位很奇妙的 女人来到人的面前的时候 亚当怎么说 亚当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这个就是什么 把上帝对婚姻的 整个的心意 借着祂的言语 表达出来 所以夫妇的整个的奥秘 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一个人痛 两个人痛 一个人开心 两个人开心 各位奇妙不奇妙 其实各位 你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都是用人 所以人的言语 我跟各位说 是多么的尊贵 多么的有能力的 但是各位 注意听 但是人堕落之后 各位 人堕落 离开神之后 他的言语本身 其实还是有能力的 还是有能力的 但是那个时候 他的言语 他的心 被罪掌控了 各位记得 被罪掌控的心 他开始 不重视自己的言语 随便说 乱说 说错 然后很多的谎言 虚假 不正规的东西 误会的东西 全部说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 开始他的言语 伤害自己了 他的言语伤害人了 他因他的言语 人对他失去信任 然后他也因 人的言语 跟人很多的分歧 这些东西都出现了 各位 人的言语 慢慢变成这个样子了 各位 你会了解吗 所以在这个时候 圣经怎么说 我们人的言语 没有一个是 没有过失的 包括我们做牧师的人 其实我们做牧师的人 用言语犯罪更多的 各位 就不小心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明白 当人犯罪之后 各位 当人堕落 离开神之后 他的本能 对不对 他原有的一个 说话的权力 权柄 能力还是有的 只是现在呢 分成了什么 两种能力 一种是 创造性的能力 一种是 破坏性的能力 所以如果 各位 你在基督里面 你受神的话教导 你很清楚 你的言语的慎重 尊贵能力 你说出有能力的话 创造性的话 很奇妙的 人因为听了你的话 继续更想听你的话 然后他受你话语的智慧啊 能力啊 恩惠影响 所以呢 一个孩子 他最有福的是什么 不需要父母 给他很多的钱 还是什么东西 他常常在父母身边 让长大的时候 父母的话语有智慧 所以他耳濡目染 所以听听听了 他长大之后呢 这个无限的心灵慢慢 他累积里面的 全部的那个智慧 有恩惠的话语 全部成为他的品行 也他说出蒙恩的话 来跟人在一起 所以这个叫创造性的话语 创造性的能力 发自出来 那如果各位 有些人带出破坏性的言语 破坏性的言语呢 谁喜欢听啊 但是不喜欢听也没有办法 因为跟他生活在一起 所以他还是讲的时候呢 继续听 继续领受 伤害的话 埋怨的话 苦毒的话 责怪的话 控告的话 瘸气的话 全部一直影响 影响 又到一个地步呢 慢慢他不愿意这样的 不愿意发脾气 也是很容易发脾气 不愿意惧怕 也是很容易惧怕 因为每次都要小心啊 什么啊 什么 这个东西全部就出来的 对 那个话来 加上他的本性里面 就影响 所以有一些人呢 他就很想离开一个环境 我想离开这个公司 我想离开这个家庭 我想离开这个人群 其实他不是想要逃避那个环境 他是要逃避人的话 因为这个环境的话语不好 这个环境的话语 天天进到我的耳朵 进到我的心 各位明白吗 所以在今年 这个恩光照耀之年 最后一个信息呢 我心里面的很大的感触是 特别在这个话语上 言语上 各位要求恩 特别两方面要操练自己 各位两方面 各位注意听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虚论 第一呢 我们讲到言语 言语呢 因为圣经说什么 因为人都犯了罪 没有一个人的言语 是没有过失的 所以言语的一个操练 第一呢 是要勒住舌头 圣经这样说 不能想说就说 你想说就说 一定会说错 所以勒住的意思就是 你要有觉知 你要觉知 然后 有些话呢 要慢一点讲 有些话 真的太多不好 所以圣经有一个智慧话 说什么 多元多余 难免有过失 你禁止舌头 这个本身是什么 智慧 有一个智慧 所以智慧人呢 他会知道 因为人的心 很快的 这个罪是一直要出来的 对不对 一下子出来要讲 心直口快 对不对 就出来 哎呀 讲了之后后悔 自己受伤 因为旁边的人受伤 对不对 自己受控告 所以第一个操练 是一个被动性的 各位你们一定明白 话语的操练 是一个被动性的 因为圣经说 这个舌头 是蛮由世界的恶来的 蛮由 各位想想看 这个世界里面 哪一个罪恶 不是先用舌头犯的 不是先用舌头犯的 各位杀人的是什么 你杀人是 不能去拿刀杀人吗 你杀杀人 血气的话就出来了 对不对 毒化出来了 犯奸音的是 先用身体犯罪吗 先用花言巧语的 对不对 你贪心贪然的东西 先用什么 奉承人的话 对不对 这些很多的话 很多的话 先出来的 虚假的话 虚伪的话 先出来 然后下面下面 跟着来的 你用身体 用环境 用机会 各种的情况 来犯罪的 对不对 所以 这个世界 都是充满舌头的邪恶 舌头的邪恶 像火一样 小小的东西 这样点燃的 所以这么危险的东西 各位 你先要怎样 勒住 各位明白吗 各位勒住 有些人讲 牧师 你叫我不要讲话 我会死 是最难的 你叫我讲话吧 我要学讲话 你这样一开始 马上错 马上错 要讲了 慢慢的说 快快的听 有没有 圣经的一个原则里面 你一定要知道 圣经是在讲 那一刹那 你一刹那 什么觉子 对不对 因为 有一个危险的东西 在你里面 就是这个罪性 出来的就是毒话 污秽的话 另外呢 有积极性的 积极性的 你不能坐哑巴 不说话嘛 对不对 每天一早上起来 就要说话了 有些人不是说话 有些人是喊叫 早上起来 所以 各位 你一定要祷告 不能不说话 但是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 说话里面 要求言语的恩高 所以保罗呢 对这个年轻的提摩泰 他说一句话 你们不要叫人 小看你年轻 主要在什么 主要在言语 然后 什么 很多的 信心 爱心 清洁 对这些也重要 但是先用言语 言语呢 因为 你在面对人 你在面对 你要为人的生命负责 也要为你讲的话负责 信心 爱心也重要 但是常常接触人 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言语守着 然后言语要怎么讲 各位 这个很重要 各位 你要求言语的恩高 要求 在圣经有一句话说 言语呢 一个一句话 讲的合意 好像什么 好像金苹果 放在什么 银王子里 各位 美不美 金苹果 银王子 哇 看上去又金又银 很美 对不对 极美 极美的 所以呢 感觉很好 有些人说 我不太会讲话 你们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各位 其实不能这样讲的 那我们都有责任 那你可能说 你不会讲话 是因为你不善于说话 不多说话 但是你一要说的时候 一定问 什么是合意的话 要寻找 那个字眼 怎么用词 要说的妥当 说的平衡 这些很多的 这个字眼 是真的要求恩高的 各位 人是有感悟的 上帝造人 有这个sensorial 对不对 有感悟 那有感悟的 比如说 各位 你家里面 乱乱油漆 你看得爽吗 对不对 不爽吗 那你看到 美的东西 你心也爽 听到美的话 虽然知道 哎呀 他就是 有一点 有一点 怎么说 要红着我的话 有些人就很厉害 叫人开心一下 但是 两者都知道 这是一种尊敬 对不对 听了也爽 对不对 有没有 当然我们不是虚伪的人 但是我们一定要懂 你怎么说话 这个言语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在跟各位讲道的时候 我用什么 用口中的言语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心中的意念 所以你们现在都在读我的心 有没有 你们在听牧师讲话 你们知道牧师的心是什么 然后你认识我越来越久的时候 你也是用什么来认识 牧师是什么时候在说这样的话 什么时候说那样的话 对不对 就这样认识吧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言语的恩高 但愿恩光接着你的言语 传出来 照耀出来 神说 有 就有了 万有被造出来了 盼望我们今年 为着家庭福音化 地区福音化 世界福音化 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言语 成就上帝善良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